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今天老米是又官宣了位1.2版本的新角色,没错,他就是目前玩家间的人气女王兼主角妈妈的坏女人卡夫卡,那1.2的卡车角色基本也就名牌了呗,无非就是任加卡夫卡,任的角色分析想见老黑的往期视频。 那如历会所示,这卡夫卡是个五星雷属性虚无系角色,角色的基本定位也是个输出主C,只不过人家是玩DOT持续伤害爆发流的,对配对组合以及技能释放顺序都有着很强的要求,说实话这角色还是有不小的上手难度的,首先是普通攻击跟其他角色一样都是50%的倍率伤害1级10,只不过卡夫卡的是雷伤,战技的话是一个有扩散能力的群体输出技能最多打3个, 效果是立刻引爆怪物身上的DOT伤害,这算是卡夫卡的核心机制了,说直白点,持续掉血伤害,就相当于你在怪物身上挂了个炸弹,敌人每回合都要结算炸一下,而卡夫卡的这个战技能瞬间引爆这些炸弹的同时,还不如消耗炸弹原本的持续次数,算是个无中生炸的引爆技。 所以说敌人身上的DOT越多,卡夫卡能引爆的伤害也就越高,至于DOT该怎么叠,想见老黑这期有关吉普特工的教学视频,目前游戏中一共存在两种,一种是物理雷风火的破刃DOT伤害,一种是角色自带的技能DOT伤害,如西路瓦,桑伯,虎克的技能效果。 这两者互不隶属,能相互叠加,也就是说在最理想的状态下,BOSS身上最多能同时存在8个DOT,4个破盾DOT,以及4个技能DOT,这时卡夫卡上去引爆下,什么叫大数字女王啊,我卡天后才是崩铁输出的第一人啊。 终结技的话是个群攻技能,倍率较低,主要是用来给敌人挂出电DOT,再配合战技打引爆伤害用的,不过仔细看的话,策划是在这儿挖了个坑, 这终结技虽然也有引爆炸弹的效果,但只限触电DOT,你想要战技同款的全部引爆吗,那就去科命做呗,被动天赋的话是一个追击技能,只要有角色对敌人普攻卡夫卡都能立刻追加一次伤害,还能挂个一伤效果,不多说了,白嫖的攻击次数就是强,密技的话是一开局就给全体敌人挂一个触电DOT的效果,说白了,这就是给战技终结技上一个DOT,保证一开局,敌人身上就有炸弹可以引爆, 行迹技能的话,一个是根据击破特攻来增加卡夫卡技能引爆伤害的倍率,也就是说跌200的击破特攻就能吃满这30%的倍率加成,注意这可不是简单的增伤,而是直接提高技能倍率,高贵的倍率成区,大家了解一下,而且这个技能基本奠定了卡夫卡的玩法,就像隔壁的小扫神需要优先叠满元素精通那样,这卡夫卡也一定要优先叠满击破特攻, 第二个是敌人在触电DOT下被消灭,卡夫卡额外恢复5点能量,第三个是加效果命中的,毕竟等级上去了,怪物的效果抗性也在提高,这技能的触电DOT挂不上,卡夫卡还怎么引爆炸弹呢? 命之作,星魂的话,一命小之变,终结计终于可以引爆,所有类型的DOT伤害了,原来零命只能和西路啊,相依为命,现在上谁都可以,如桑博,输出直接翻几倍,炸,全都可以炸完,二命是加弱点击破效率的,一王老黑的视频中也有提到过,这词条才是真正能影响角色渲认强度的,白条破坏速率,算吃个稀有属性,大概就类似隔壁雷神二命的降防效果,目前只存在于命之作里,光追仪器的词条中, 是没有这个属性的,四命天赋追加攻击的一伤buff,额外增加一回合,现在是三回合,并且还能叠加两层的一伤效果,六命伤害大质变,终结计的触电DOT伤害提高百分之百,持续时间还能额外延长一回合,普世无花的数值加成,进一步增加卡夫卡的核爆威力,至于专属光追的话,目前只能说是图一乐,毕竟二色时,压根就没有击破特弓这个属性,而应有卡夫卡利会的延长记号,加的恰恰就是击破特弓,再配合, 上面的行迹技能,那不出意外的话,这只需等待,应该会改成延长记号的威力加强版,配对一方面的话,灵命就是卡夫卡,西路瓦,艾斯达,再配个奶或盾,刻到一命的话,则可以再加个桑伯进去,进一步挂DOT,迭炸弹威力,那不知道各位老哥你们觉得呢?欢迎一起来讨论哈,那好的,视频制作不易,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,咱们有缘下期再见,拜拜。